作词 李宗盛 尊敬的各位大德菩萨 大家好 今天我们学习了凡事讯到圆满的一天 昨天我们学习到第三篇文章 几善之方 辽凡先生为我们先讲述了十个善有善报的故事 证明《易经》上所讲的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然后呢 就给我们详细的分析 如何存心来积善 他给我们讲了八对 所谓善有真假 端曲 阴阳 是非 偏正 半满 大小 难易 让我们细细去辨别 才不至于存了好心 反而积不了真善 那么先给大家介绍第一对 善的真假 如何辨别呢 昨天我们讲到 这个辽凡先生举中风国师的例子 这是有几个儒生去天目山 拜访中风常诗 那么有人就问了 有的人呢 造善 但是呢 子孙呢 并不昌盛 有的人呢 造恶 反而呢 家门隆盛 那岂不是佛说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不可信吗 那么中风是这样回答 中风云 凡情为敌 正眼未开 任善为恶 止恶为善 往往有知 不悍几知是非颠倒 而反愿天之报应 有插乎 中风禅师 是为开悟的大德 他所说的 一阵见血 他说我们都是凡夫 都有情史 没有洗干净 所以我们的正眼 没有开 认不清 善恶 往往呢 会认善为恶 或者是止恶为善 那么自己辨别错误 反而呢 不去啊 惭愧啊 反省 往往呢 还要埋怨 老天也报应 不公 这是罪上 假罪了 那么这些书生 听了中风禅师 这一段话呢 他还是不明白 就继续问了 善恶何之相反呢 怎么说能够把善看成恶 把恶看成善呢 于是中风禅师呢 就让他们 你们来说说看 你们心目中认为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那么有一个人说了 这打人骂人 总该是恶吧 啊 敬人理人 对人有礼貌 有恭敬心 这可是善吧 中风禅师说 未必如此 那么另外一个人就说了 那么贪财 忘取 这个是恶吧 如果一个人连结 有操守 这是善吧 中风还是说 未必如此 结果呢 每一个书生 都讲了他们心目中 认为的善恶 中风禅师都摇头 未必如此 那么众人呢 就反过来请教 那禅师您说 到底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呢 那么中风告知约 有益于人是善 有益于己是恶 这就把善恶的标准 给我们定出来了 真正的善 真正的善 是一定利益他人 利益众生 哪怕是 做的事情 他做的不够圆满 但是 发心都是利益别人的 这就是善 如果是发心 为了自己的利益 那你做的事情 哪怕是在效果上 利益社会 那还是算恶 所以 有益于人 打人骂人 那都是善 你看现在 那个父母 管教孩子 发的是善心 希望孩子好 打他 骂他 都是善 那么 有益于己的 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去恭敬人 去对人有礼貌 那还是恶 为什么呢 你这么做 是有利可图吗 所以啊 事故 人之行善 利人者公 公者为真 利己者私 私者为假 这是说明啊 辨别善恶的真假标准 就是看啊 这个发心 是利人的 还是利己的 利人的 利益社会 利益大众 就大公无私啊 这才是真善 假如这里 做着善事 还夹着私心 还夹杂着 自己的名文利啊 那么这个善事啊 都是假的 又更新者真 笼记者假 又无为而为者真 又为而为者假 皆当自考啊 这个笼记 就是魔法 就是魔法 就是魔法的意思 根心 就是发至真诚心 去做的 所以啊 真正发心啊 为大众 不要 这个 让追求啊 非得让人知道 让人看见 装模作样啊 去做善事 那就是假的 那么 无为而为呢 就是我修善 不执着善 这个金刚经里面讲 离四相 而行不失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真正啊 做了 心里啊 绝不啊 留下印象 这叫无为而为啊 那有为而为的呢 就是 这个心里面 执着善事 而且呢 还有企图 有目的 这样子做的善事 就是假的 这些都要我们呢 细细的 去辨别 那么第二对的 辨别呢 是善的端取 请看经文 何谓端取 今人见 谨愿之事 类称 为善而取之 圣人则 拧取狂娟 至于谨愿之事 遂异相皆好 而必以为 德之贼 使世人之善恶 分明 与圣人相反 推此一端 种种取舍 无有不谬 这个谬就是错误 如果我们呢 不能够细细辨别 善的端取 端就是 端正 取就是为取 那么可能啊 会导致 错误 那么这里说 今见呢 谨愿之事 现在的人 看到啊 那种所谓啊 谨愿之事 什么是谨愿之事呢 就是他为人呢 这个很谨慎 在表面上看来 一团和气 但是呢 却是随波逐流 跟每个人呢 好像都很好 但是啊 他没有志气 不能啊 担当 这种人呢 孔子 斥责为啊 德之贼 那么这些人呢 哎呀 这一乡的人 都称他是好人 而且呢 都向他学习取法 但是乡人 凡夫俗子啊 未必有真智慧 而圣人呢 拧取啊 狂娟 这种狂娟之事 他们可能表面上 这个行为呀 比较 这个没有那么简点 好像呢 很刚硬 其实啊 这些真正是有志气的人 他们有真正铁骨 有志气 这个心地啊 非常刚智 往往呢 这种人呢 会冒犯很多人 所以啊 这个狂娟呢 往往呢 不得乡人的敬爱 但是那些警愿之事啊 所以一乡之人 都赞叹他 孔子说呀 乡愿啊 德之贼 为什么 为什么他是德之贼呢 因为呀 他不能够啊 带好 这一厢的风气 所以啊 称为他是德之贼 他只会啊 随波逐流 随顺了大家的 这些不良习气 没有啊 没有啊 树立 良好的社会风气 所以啊 世人的善恶 他们辨别的不清楚啊 分明与圣人相反呢 所以圣人 看的 真善 跟这些 啊 乡人 所看的 不同 啊 他只许啊 啊 这个善行的本质 发行 不是看表面 啊 所以种种的取舍呀 啊 我们从这一点 来推广 都要 自己 很好的 啊 去辨别 才不至于啊 犯错误 那么下面 天地鬼神之福善或赢 皆与圣人同是非 而不与世俗同取舍 啊 这个福善或赢呢 是天道 自然的因果报应 修福的 啊 这个修善的必定得福 啊 造恶的 杀到淫妄的 必定啊 造之灾祸 啊 那么天地鬼神 对于福善或赢的见解啊 跟圣人 相同 啊 所以啊 他们呢 对于 这些 相怨之事 啊 那些啊 这个 啊 与大众同流合污 没有骨气的人 啊 并不会赞叹 啊 反而啊 会蔑视他们 而真正对那些 有致之事 啊 真的是 忍者 啊 弟子柜上讲的 留俗众啊 忍者兮 果忍者呢 忍多味 啊 因为啥他呢 言不会呀 色不媚 啊 所以四俗人 都对他呢 敬而远之 但是天地鬼神呢 确实啊 会保佑他 啊 所以啊 凡与 击善 绝不可 寻耳目 唯从心缘 隐微处啊 默默洗地 啊 我们 极善 啊 关键呢 要有端直之心 啊 不可啊 有丝毫啊 啊 委屈 那 寻耳目 啊 就是啊 这个 欺人 欺几 欺骗人家的 耳目 啊 那我们看人家 也不能够被别人 欺骗 啊 那我们自己 啊 这个 断恶修缮 真的要从 内心深处 啊 这里讲 心缘 隐微处啊 去默默地 检点 啊 不可有丝毫的 自私自利之心 啊 而纯是啊 啊 济世之心 这叫做端 啊 那么狗有一好 魅士之心 济为去 啊 假如我这内心里面呢 还有一丝好 啊 讨好 世人的这些 心态 啊 为了讨好别人 才假装做出来的 这些善 那就叫去 啊 为取 啊 有 纯是 敬人之心 则为端 有一好 玩世之心 则为取啊 解荡戏变 啊 这里是啊 讲的 啊 我们真正修善 啊 内心里面呢 啊 达到 纯净 纯善 对他人的恭敬 没有夹杂 任何的私利 啊 纯净啊 啊 纯是敬人之心 啊 那么如果 内心里面 有一点呢 玩世之心 啊 自欺欺人 啊 没有 真诚的爱心 啊 敬心 这就是取善 那么这个端 啊 在佛门里面呢 把这个端的善心呢 称为直心 啊 端直 直心呢 是菩提心的体 大乘起心论里面讲 菩提心 是直心 身心 大悲心 啊 所以直心 就是毫无 自私 啊 不善 家宅在里面 啊 这种菩提心呢 才是成佛的 啊 这个条件 啊 所以十三夜道经里面呢 啊 劝导学人 啊 昼夜 常念善法 思维善法 观察善法 不令啊 不容啊 毫分 不善 见证 如果这心里面还夹着的不善 就有一点 委屈 啊 所以我们呢 真的要 从心原处啊 默默 剪点 洗地 那么下面一对 啊 何谓 阴阳 那这个善有阴有阳 凡为善而人知之 则为阳善 为善而人不知 则为阴德 阴德天报之 阳善 阳善 享是民 民 亦 福也 民者 造恶 造物所寄 是之 享 圣民 而时 不负者 多有 其货 人之 无过就 而横批 恶民者 子孙 往往 咒发 因缘 阳 之 寄 危已在 这个 讲得很清楚 什么是阳善呢 就是啊 你做了善事 大家都知道 甚至广播 电台 新闻报道 都把你的善行啊 给报道出来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了 这叫做阳善 那么如果你做了善事 没有任何人知道 那你就积了阴德 这个阴德啊 天报之啊 虽然这个世人 不知道你在行善 他不能报答你 但是天啊 很公平 他来报答你 那么你要想 阳善的这个福啊 那就是想明 你做了善事 马上就报了 你的这个好的名声啊 就传不出来了 那么要知道啊 这个明也是福啊 你的福马上就爆料 那就没有后福了 那更何况呢 假如我们修善 如果只是为了这个明 而没有真正发出啊 帮助苦难众生的 这样的一种心 这是有委屈的心的 那会怎么样呢 那明不腐蚀啊 你并不是那样的一个大善人 你是为了贪明啊 就故弄玄虚啊 搞出这些善行来 让大家报道 那怎么办呢 明者照物所寄呀 天地鬼神 都很厌恶 那些呀 明不服侍的人 所以 誓之想圣明 而实不负者呢 我们看到很多 这是大慈善家 想圣明啊 如果他明不服侍 会怎么办呢 多有其货 往往啊 都有一些啊 突如其来的灾祸 降临到他身上 或者降临到他的家里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 人想圣明的 假如没有道德 做根基啊 这往往啊 都会出其货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 影异界的人 那大明星啊 那圣明啊 但是你仔细看看呢 这些明星 真的 活到晚年 得善终的 都不多 这是证明啊 确实明啊 并不是好事情 那么人之无过就 而横批恶明者 如果你没有犯过错 却呢 无缘无故啊 被人呢 指责 背上了骂名 人家诽谤你 陷害你 批评你 甚至在公开的场合 来攻击你 你能忍受 你心里面呢 如如不动 这样啊 这辅啊 就给你加上去了 辅啊 都是逆着加的 顺着来的 那是降辅 逆着来的 那是家福 所以这种人呢 子孙往往咒发 他的德啊 是这么积累下来的 所以那个子孙呢 都贵胜 所以啊 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就知道 没有真正吃亏的 吃点亏 怕什么 吃亏就是吃腐嘛 所以阴阳之计啊 危在这里面呢 却是非常的微妙 让我们呢 很好的去辨别 然后啊 断恶修善 而不图名 不图利 多济应得 那么下面呢 何谓是非 这个善呢 也有是和非的分别 这里辽凡呢 举了孔子 两个学生的例子 啊 那个在鲁国 啊 这是孔子 在鲁国人 啊 那么当时 鲁国有一个法律 啊 说 如果从 这个 别的国家 把我们鲁国的 这个居民啊 公民啊 用钱把它赎回来 比如说 在打仗当中 被人 做了 拉去做俘虏的 你用钱 把它赎回来 这样子呢 政府啊 就会呢 发放奖金 那么 孔子的学生啊 子贡 他很有钱 他呢 就为啊 鲁国啊 去赎人 结果呢 政府给他的奖金呢 他就拒绝不接受 那我们看着 这个子贡啊 很清廉呢 你看 做善呢 都不要报仇 可是呢 孔子听说了之后 反而呢 很厌恶 就批评 自贡了 说你这样啊 做错了 要知道啊 圣贤人做事情啊 可以一封一俗啊 你这么一做 这个做了好事 给人熟人回来 又不接受奖励 好像接受奖励了 就不连结了 那那些 比你穷的人 你很富有啊 那比你穷的人呢 他们就不敢了 这样做了 因为这么做了 又不能接受奖金 啊 所以啊 反而啊 会让很多人呢 退心 这样子啊 恐怕鲁国 没有人再来 给人熟人 那么 另外一个 学生子路啊 他有一次呢 走在路上 发现呢 有一个人呢 掉到水里 于是呢 子路啊 马上啊 就 下去救 把他救上来了 那个人呢 就非常感激 救命之恩呢 就送给了子路 一头牛 作为报答 那么子路呢 就高高兴兴的 把牛给收下了 你看我们看这个子路 怎么做了好事啊 还要人家的报酬呢 但是孔子看到他呀 就很高兴 啊 赞叹他说 啊 你这样做对 为什么呢 你带动了一个好的风气 啊 今后啊 咱们鲁国啊 就有很多人 啊 会见人有难啊 就会相助了 啊 所以从这里 这两个例子啊 啊 我们可以看到 啊 圣贤人 看善恶的标准呢 跟我们凡人 确实不同 啊 我们一般人呢 啊 凡夫俗子啊 都认为 啊 子供啊 做了好事 啊 他不要报仇 这真是善 啊 那子路嘛 做了好事 要人报仇 就没有那么善了 啊 但是呢 孔子却是 批评子贡 而赞叹子路 啊 那为什么呢 这辽藩先生啊 评论说 乃至人之为善 不论现行 而论流弊 不论一时 而论久远 不论一生 而论天下 所以这里讲 这个善 他的是非 看他什么呢 看他的影响面 影响面越广 时间越长 那就是真善 所以啊 不论现行 而论流弊 如果是现行是善 但是呢 他的影响 不善 像子贡所做的事情 对他本人 很廉洁 这是善 但是呢 却是没有带出一个很好的社会风气 而圣人的举事啊 学为人事 行为示范 做每一样事情 都要想 给众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影响不善 哪怕是现行是善的 都不做 不论一时而论久远 就是看影响力的长远 不论一生而论天下 所以 这个想的 这个诚念 都是全世界 天下的众生 不是只想自己 那么现行 虽善 而其流足以害人 则是善而实非也 现行虽不善 而其流足以寄人 则非善而实事也 这是子贡 他做的 现行是善的 但是呢 他留下了不好的影响 那么这种啊 就是 是善而实非 他属于非善 不是世善 那么现行虽不善 像子路 这个旧人还要报仇 好像不善呢 但是呢 其流啊 足以寄人 他的影响啊 是好的 带动了 鼓励了 旧人的风起 所以啊 非善而实事也 他不是非善 而是实善 那么 然此就一皆论之而 这是用这么一个比喻啊 一个例子啊 来说明 他如 非义之义 非礼之礼 非信之信 非词之词 皆当 抉择 这里 我们 学习啊 要懂得 举意反三 从这两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 去推广 这个 非义之义 这个义啊 就是应该做的事情 那我们 看了 什么事情是真的应该 什么事情 不应该 你比如说 这个别人做错事 我们对他 批评 惩罚 那么这个事情 应不应该呢 那么一般来说呢 我们 不要 去 管人家的错 不看人家的错 这个 要宽恕别人 原谅别人 但是呢 你要想到 如果那个人 你要批评他 帮助他改过 他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如果你 不帮助他 你不给他点出他的错误 他可能不意识到 这个错误 甚至以后啊 变本加厉 做起这个错误的事情啊 这个 越做越大 这反而对他不好 那这个时候啊 就要批评指责 甚至啊 有打有骂 这都是啊 真正的应该做 这个 我们举一个例子 像父母 对待孩子 父母对孩子 不应该只是溺爱 如果孩子有错误 我说 哎呀 我不见别人的过失 那父母对孩子 也不见别人的过失 那怎么行呢 不见别人的过失啊 这是一般的原则 跟一般人交往 但是父母对孩子 有教学的义务 教育他 所以啊 看见他的错误 应该帮他改善 这是应该做 这非理之理 理 这是礼节 有礼有节 有礼貌 也有分寸 那待人有礼貌 这是对的 但是呢 如果你过分的礼貌 对他呢 太过太多的 这种恭维赞叹 礼敬 这反而让他生起傲慢之心 这个供高我慢起来的 这就是非理了 那么非信之信 做人是要讲信用 但是呢 在特殊的情况下 为了顾全大局 连圣人呢 都可以啊 不讲求那种小信 比如说 这个我们看孔子 有一次呢 到魏国 这个途经啊 一个魏国的大臣 军队驻扎的地方 发现呢 这个 这个大臣呢 正想举兵谋反 那么孔子啊 赶紧呢 去魏国的 这个国军那里啊 去报告 但是那个大臣呢 就途中啊 把孔子给截住 不让他回国军那里报告 而且呢 这个跟孔子说 除非你呀 发誓 说你不回去见国军 啊 否则我就不让你走 啊 结果呢 孔子就对天发誓啊 啊 我啊 恐求 不会回去见国军 啊 于是呢 啊 这个大臣呢 相信孔子的人格 啊 因为孔子啊 真是 仁义理智性呢 做得很圆满 啊 人家都知道他的 啊 这个德行 啊 他这样发誓 决定没有错 啊 于是就退兵了 走了 走了以后啊 孔子说 我们要去见国军 啊 那这个下面的弟子们呢 就说 不行啊 你已经发誓了 人家讲信用啊 啊 孔子说 在这样的一种 大是大非 啊 面前啊 我们这 我们所发的誓啊 啊 是可以把它推翻 啊 因为我们是被逼的 啊 被逼迫 才发出这个誓愿 而且呢 啊 我不可以因为我 维持我的小信用啊 而破坏了这个国家的安全 啊 所以你看 非信之心 这都是我们呢 要细细的去辨别 啊 还有非词之词 啊 过分的慈爱 反而不是真词 啊 像我的母亲 啊 在我的 我幼儿园 上幼儿园的时候 啊 我们上幼儿园 都要翻一座山 啊 走路啊 也要走上半个小时以上 啊 那当时我母亲呢 为了锻炼我 啊 让我呢 自己背书包 啊 书包挺大的 啊 一个上幼儿园的小孩 啊 四五岁大 背着这么大的书包 在街上跟着我妈妈走 路上呢 遇到 啊 一个熟人 啊 看见我妈妈 哎呀 你怎么能让孩子啊 背这么样的大书包啊 啊 这做母亲 啊 这个 要爱护孩子嘛 结果我妈妈呢 看了这个人呢 啊 并不可以理喻 于是呢 在她面前呢 把书包就接过来了 等那个人呢 走了以后啊 又把书包还给我 让我背 这是锻炼我 所以我从小啊 身体就很好 腿啊 都粗粗的 啊 很强壮 这就是我母亲的 非词之词 如果光是溺爱 光是盲目的 科护孩子 怎么可以锻炼孩子 成长 那么下面呢 讲啊 这个善的偏证 这里呢 举出 啊 何谓偏证 啊 这个也举一个例子来讲 说 这个当时啊 这个有一位 吕文义工 他叫吕元 是浙江秀水县人 在明朝啊 英中正统年间啊 曾经做过宰相 这位吕老先生呢 是一位非常连接的官员 那么也忠厚 所以呢 这个在退休以后啊 回到家乡呢 大家都啊 对他非常恭敬 有如泰山北斗 那么有一天呢 有一个乡人 有一个村民啊 喝醉了酒 来到这个 呂老先生的宅府啊 外面呢 在那破口大骂 骂呂先生 那么当时呢 呂先生的仆人啊 就想把他赶走 或者是想把他拉到官府 治罪 但是呢 呂先生就说 哎呀 算了算了 这种村民啊 无赖 喝醉了酒 咱们不要跟他计较了 就把大门关起来 不理他 那么这个人呢 后来 结果呢 造了个大罪 他犯了死刑啊 入狱了 准备啊 要去斩首 结果呢 这个呂先生啊 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哎呀 他觉得很后悔 为什么后悔呢 就是当初啊 这个村民 来我们这里啊 呜骂我们的时候 假如当时啊 我把他送到官府去治罪啊 就可以啊 小诚以大戒 他就不敢那么造次 就不至于啊 会犯死刑了 所以啊 这种叫做 以善心啊 而做了恶事 这个善呢 反而偏了 那么还有一种呢 是以恶心呢 去做善事的 那了凡呢 也举出一个例子 说有一副大户 大户人家 那么当时呢 正好呢 遇上了荒年 很多那些鸡民啊 都去抢东西 在那个 这个光天化日之下 去抢这个大户人家的东西 那么当时呢 这个富翁啊 就在县城里面啊 这个县官那里告状 希望呢 这个县县爷啊 县老爷啊 这个治理一下 这种混乱的局面 但是呢 这个县官呢 也不理 结果这些鸡民啊 一看官府都不理了 就更加的放肆 结果这个大户人家呢 没办法 只好呢 叫自己的家丁 把这些啊 放肆胡闹的居民啊 这鸡民啊 绑起来 这个自己啊 私色刑堂 来进行审讯 来惩罚这些 这个造乱的人 结果呢 才把这个乱呢 平定下来 那么这种呢 可以说 他是为了自己啊 那么恶心呢 但是呢 做的事情呢 却是善事 为什么呢 帮助稳定了 当时的局面 所以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所谓 善的正和偏 善就是正啊 恶就是偏 这我们都知道啊 那么 其以善心而行恶事者 正中偏也 以恶心而行善事者 偏中正也 不可不知也 这就讲啊 我们用善心做的事啊 如果是效果上 不利于社会大众 那就是恶事 这是正中偏也 但是呢 如果是以恶心 为了自私自利的心 来造出他的事情呢 反而呢 在效果上有利于社会 这是偏中正也 当然 我们呢 这个要学习什么呢 正 要正中正也 就以善心呢 去行善事 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好 下面一对呢 讲的是善的伴满 何谓伴满呢 一曰 善不积 不足以成名 恶不积 不足以灭身 书曰 伤罪惯淫 如处物于气 勤而积之则满 谢而不积则不满 此一说也 这是讲啊 做善事 有办善有满善 这义经上讲 积善 要勤勤恳恳的积 如果善不积啊 不足以成名 那恶呢 恶不积 不足以卖拜身 所以啊 这个只要勤勤恳恳的积善 这就能够积满 恶也会积满 他讲了 商罪惯淫 这是指啊 商朝 这个 商朝啊 最后的一个皇帝 商周王 这个造恶啊 造到恶贯满盈了 最后啊 周五王啊 起意识啊 把商朝给灭掉 所以啊 他恶不积啊 不足以拜身 这是像啊 储物一去 就像在给一个 一个器皿里面的 去储存东西 就像我们的小钱箱 一个硬币 一个硬币的放进去 勤而积之 才能满呢 如果不是勤勤恳恳的去 积累 这就不能达到圆满 那比如说我们 学讲经的 这是在 学着修缮呢 因为要弘扬 圣贤 教育啊 但是啊 要勤勤恳恳的去讲 每一天呢 不要间断 再如果是懒散了 哎呀 每天讲两小时太辛苦了 那就 懈怠了 懈怠了 那你就善了 就积不满了 那么这是一种说法 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 这是讲 一个例子 像一个 古时候一个小女孩 她有一次呢 到了寺院里面 去修复 布施 那么家里很穷啊 身上呢 只有两文钱 到了寺院里面呢 就把所有的 这两文钱呢 通通捐出来了 供养寺院 布施三宝 那么寺院的这个主持啊 她是一位 开悟的人 她看到啊 这个 女孩子啊 这么诚心来布施 于是啊 亲自啊 给她做忏悔 回向 那后来呢 这个女孩子呢 果然 这福报现前了 就被选入了 宫里面呢 做了贵妃了 那想到呢 自己之所以有这么 这么一天呢 因为过去啊 曾经来的这个寺院布施啊 我现在呢 要去还愿啊 要去报恩 所以呢 就拿着几千两黄金啊 浩浩荡荡的 就到了这个寺院里面 去布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主持呢 还在 听说 当初这个女孩子 现在富贵了 来布施 布施几千两黄金呢 哎呀 没什么 叫自己的一个小徒弟 给他呢 出去啊 回向 忏悔 就搞 就搞定了 结果呢 那个 这个贵妃啊 听了 就看了这么样的情况呢 心里面呢 就就 不服气了 有疑惑了 就来请教老和尚 说 当初啊 我还是个贫穷的女孩子 只布施了两文钱 您老人家给我亲自忏悔回向 为什么现在我布施几千两黄金 你就叫一个小徒弟啊 给我妈妈呼呼的啊 忏悔回向 就了失了呢 结果啊 你看这个老和尚怎么回答 这个 所以老和尚啊 这次不给他亲自的忏悔啊 因为过去那次啊 他虽然只有两文钱 物虽薄 诗心圣真 非常的真切啊 诚恳的来布施 如果不是我老僧亲自给你 忏悔啊 怎么能够报德呢 报答不了你的恩德 你这个诗 布施的心太真切了 所以你修的福啊 就这么厚啊 那么现在你带着几千两黄金 这么多人跟着你 浩浩荡荡来布施 难免心里又供高我慢了 没有过去啊 那么真切了 所以啊 请一个徒弟 代为忏悔啊 就足够了 这就是所谓啊 千金为半 二文为满 千两黄金 也只是半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心啊 不够真切 而二文前所修的善 也是满善 因为他是以至诚心啊 去做的 所以啊 善的半满 全在我们的心地 那么这是一种说法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 这里举道家的 两位祖师的例子 这是汉宗黎 这是我们熟知的八仙呢 之一 当时呢 准备要传授啊 吕洞宾 吕祖 这个一种啊 点铁成金的技术 因为点铁成金 可以啊 就是变现很多黄金 来帮助穷苦的人 啊 那么当时 吕洞宾呢 就请问了 汉宗黎 那说 如果点铁成金之后啊 这个金子 将来会不会啊 再变成铁呢 如果变成铁 那岂不是 以后拿到这个金子 变成铁了人 他就遭殃了 那结果这个汉宗黎呢 就回答说 五百年之后啊 这个金子呢 确实会还原变成铁 啊 这吕洞宾就说 那这样子 岂不是害了五百年之后的人吗 啊 我不愿意学了 啊 那么 汉宗黎啊 听了吕洞宾这番话 非常赞叹 啊 他说 修仙要记三千功横 如此一言 三千功横已满意 此又一说也 啊 道家 啊 目的是成仙 那修仙 要记三千件善事啊 啊 可是 汉宗黎给他 啊 给吕洞宾啊 受记了 说就凭你刚才这一句话 啊 你这三千条善事啊 已经圆满了 啊 就说你这个成仙啊 已经合格了 啊 所以啊 这是 这个 满善 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三个例子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满善和满善的区别 啊 都在于啊 啊 我们的 纯心 啊 假如我们的 纯心 啊 毫无 私心 啊 是真切 啊 遵纯的 这种善心 那么 哪怕是修 一点点的善事啊 都成为满善 啊 假如我们呢 啊 还夹杂着 烦恼 啊 供高我慢 啊 夹杂着这些自私自利明文密养的这些不善 去修的善事 哪怕是修再大的不实 啊 黄金千两啊 那还是办善 啊 这是我们呢 细细去辨别的 啊 那么现在时间到了 啊 我们呢 先休息五分钟 谢谢大家 我先休息五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